28歲年紀輕輕就做了公司總裁 據說他懂得特異功能 曾經在朋友面前表演時光倒流 不過特異功能都幫不了手了 張海在2005年3月 涉嫌拿用資金和侵佔支部罪名 判入獄10年 原本要坐監坐到2015年 但無故提早4年獲釋 事關人民法院通報 張海買通了當地看守所的職員 幫他檢舉另一個疑犯 大罪立功之下獲得減刑 他出獄後下落不明 秘書和家人都說希望大家忘記這個人 至於江門市前副市長林崇忠 雖然在2009年因為受賄被判入獄10年 但因為他買通了醫生造假的體檢報告 他在判刑當日獲准保外就醫 當庭釋放 不過有民眾舉報 見到林崇忠住豪宅 又拿保馬出入酒店 事件揭發之後 林崇忠最後在2010年 被送到維州監獄服刑 面對服刑者無故獲假釋減刑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將 服刑者減刑和假釋的資料放上網 被公眾監察 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欣報道 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欣報道 未知電視記者吳慧欣報道 請問您等於是可知的 打致電視記者吳慧欣報道